大家好 今天分享一篇文章 关于美军有200名教官进入国军 这样一个新闻 这个新闻之前应该说过 我们今天再看一看来自于中式新闻的报道 新闻是这样讲 台湾恐变战场 美军200教官进驻国军 近年来台海紧张局势不断升级 为强化国军战力 有媒体报道称 美军派遣200名训练教官来台 进驻陆军新训中心及后备旅 其中明年起实施的一年一无一训练 前台南施议员谢19日指出 美军教官驻台 代表台湾未来的战略 战术将出现巨大转变 从距离海上转为城镇战 据媒体报道 美印太司令已派出200多位教官驻台 协助部队训练并提出改进做法 其中陆军人数占80%分别进驻陆军新训中心与后备旅 实力评估基层部队训练优缺点并提出改进做法 今年下半年将统整美军教官建议 纳入明年元旦起恢复的一年一无一训练项目 谢在新闻大白话节目中指出 台湾的战略确实是跟着美国走 许多军事系统也都是从美国引进 当然无法脱离美国的系统 而台湾必须要避战 过去距敌于海上 距敌于境外 但当这些美军教官来 国军的训练项目会因此改变 变成准备城镇战 巷战 谢提到 此前国军改回一年一无一 一年一无一时就传出 美国的目标是三年一无一 一年都先短 但不会有人敢真的改 所以才会先改成一年 之后再改到两年 谢指出 照管理来说 若明年一月一无一要征召入5DP 就会在11月下旬拿到冰单 但碰上大选年会实施到三月才开始 因为政府会怕 谢志愿 改回一年一无一 美军教官驻台 政府其实根本没有必要给美国交代 台湾本来就有买美国武器 也有自己训练的科目 有很多优秀的教官 所以如今200多名美军教官驻台 一定因为战略下的战术有所改变 才会派出这些人要让国军部队能够在短期内改变训练科目 文章是确实说美国派了200多名教官来到台湾培训 培训国军 主要80%是陆军 按照谢的说法就是台湾我们自己有能力 美军来培训什么呢 其实这个事情也很简单 培训陆军 培训巷战 巷战 拿着枪 钻房子 瞄准瞄准 躲躲藏藏的 就这点功能 台湾的国军不会啊 台湾的国军没那么蠢吧 还得让美军来指导 说如何去举枪 如何去瞄准 如何去在街道里边玩巷战 台湾的国军要这么蠢的话 那真是一帮草莓兵了 我的解读呢 我不认为这个动作是真正的想训练台湾的国军 我是觉得200多名美军叫官进入国军之后 其实就把整个的国军部队给掌控起来了 也就是国军部队的一举一动都将在美军的指挥下行事 这像不像N多年前在乌克兰玩的一模一样的把戏呢 我觉得非常之像 N多年前不光是美军也好 北约也好 派出了很多的教官去培训乌克兰的军人 培训完了 哎 打起来了 那现在台湾这个地方 美军过来培训士兵要打仗 到最后打起来了 美国人哗一架飞机就全走了 台湾人自己跟大陆打吧 我跟你培训完了你打吧 这种现象好像不正常 但是我呢 是认为 最近美国 无论是从AIT的主席 议长议员 N多的人来台湾的频率超级高 包括一个巨大的军火代表团即将来台 这个已经频率在历史上应该是频率最高的了 叫一般的正常理解 如果台湾买了美国的飞机 F-16 然后呢 美国派一些教官来训练你如何开美国飞机 或者台湾买了美国的飞弹 美国派一些教官过来 教你如何去使用飞弹的发射 这个还可理解 现在来了一大堆步兵教你如何打巷战 这个东西呢 其实是很奇怪的 是不正常 因为我也认同这个文章里边所说的 台湾的军人没有那么笨吧 连巷战都不会打 需要美军来培训 但是这个事情 其实按照过去一般的说法呢 美军公开的来到台湾 其实已经踩了大陆的所谓的红线了 大陆有三条红线 第一个是你要宣布独立 第二个是美国的正式的官员拜访台湾 第三是美军进驻台湾 这三个红线 好像后两个红线早就踩了无数次了 到现在好像也没有什么事情 所以现在美军就公开的进驻台湾 我想所谓教官的名义是假 其他的名义可能是真的 其他的名义就是 一美军进驻台湾 第二美军控制了国军 整个的指挥系统 可能将来都要听美军的指挥 国防部长可能是你 那国防部长旁边可能做了一个美军 他来指挥 而这个美军指挥是听蔡贾博士的 还是听美国总统的 那肯定是听那边的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有上百的人进入台湾的国军 同时也有上百个美国的官员 进入台湾政府 整个在台湾的政府里边有美国人 在台湾的国军里边有美军 所以一切一切这个国家机器里边 都已经由美国人掌控了 在这种情况下 整个台湾 无论你是政治经济军事 应该都是听美国的 包括现在这个什么 AIT主席来了以后 除了见蔡贾博士 各个部也见一下 部长也见一下 整个这个AIT的主席呢 就如同皇帝来视察一下各个部门 外交部也视察 经济部也视察 什么部都视察 视察完了以后还支脸支脸 因此呢 我觉得在未来的一年当中 当所有的美国人 不论是进入台湾政府 还是进入台湾的军队 台湾的国军 整个这个国家机器 整个这个政府机器 将来就完完全全的由美国人掌控了 而台湾那个所谓的总统 就是被架空了 不是你说了算了 今后一定是华盛顿说了算 台湾干什么干什么 未来应该就是这个局面 这个是可以看到的 因为除了进入政府这些官员以外 如果能进入军队 这个就作死了 把台湾的军队 把台湾的枪杆子给控制住 政府再放几个官在那个地方 所以从行政院到总统府 从国防部到工军陆军海军 全部都有美国人掌控之后 这个棋就在美国手里边就好玩了 想让你打起来就能打起来 目前呢他控制不了 目前现在台湾这些国军不想打 大陆也没想打 但是如果到了那一天 整个控制好之后 是不是就可以打起来了 一旦打起来的话 不是美国跟中国打 是台湾你们给我打 打起来之后 当然有一种说法 中国在美国购买的那些国债 就没收了 这是肯定的 一定的 只要一打起来 那笔国债就没收了 没了 吃掉这笔钱 前提就是 你给我打一炮 打一枪 飞一颗导弹 炸一个什么东西 这笔生意就做成了 所有的国债 一分都没有 就如同现在 没收俄罗斯那些财富 一模一样 给你拿走了 这个戏将来 我认为有可能会上演 这是一盘大棋 整个一盘大棋 在N多年之后 一年两年三年五年之后 一定会出现这步棋 现在必须要埋下种子 把种子全部埋好 最后只要一点火 啪就着 一着以后 那边没收你的 所有的国债资产 所有的你的财富 银行账户 通通没收 结束了 这个是我们的解读 好 谢谢大家观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加拿大射击运动学院 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 2013年成立 专门培养奥运会射击运动员 分青少年组和成人组 学校开设持枪证课程 狩猎证课程 和奥运会射击项目课程 至今已经培养了八千多位学生 和打猎射击爱好者 学生在北美射击比赛中 取得了许多优秀成绩 并且为世界名牌大学 输送了多名世界级射击选手 学校位于加拿大的温哥华